欢迎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又来到我们的佛光山纽约道场的时间 今天在道场方面为我们安排了 邀请到了监院有灵法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听众朋友 我们一起欢迎有灵师傅 师傅吉祥 来讲吉祥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大家吉祥 是在今天呢 我已经知道要跟我们师傅在对话方面呢 师傅要跟我们开始的是平常心三个字 平常心我们常常都听到的 但是师傅今天一定有特别的一些东西 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请师傅给我们开始 大家吉祥 我们常常都有听到这个平常心 平常心对待 不管我们世界上发生很多的事 悲欢离合 很多的千奇百怪的事情 或者是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 那很多时候呢 一般佛教徒啊都会说啊好啦你就用平常心来看待吧 在星云大师啊 佛法正义里面有谈到 平常心啊 他其实就不是说没有是非啊 还是啊什么都不管啊 他其实平常心呢 有时候呢就是叫我们不要和人家太计较 不要太过于认真 但是呢就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啊 那再讲到这个平常心 不要和 不要和人太过计较 常常我们就是因为 太在意我 和人太过计较 那就变成自己活得很辛苦啊 当我们在跟别人计较的时候 往往呢你会发现 你自己的心呢 感觉也越来越小了 因为在计较比较于 多少分量是我的 哪一些才是属于我的 他在说 不要太过于认真啊 这句话呢 对我感触蛮深哦 我记得刚开始被 就是视为当家的时候啊 就我的主管啊 曾经呢有给我一个秘诀 他就说 你哦做事就是太认真啊 那我当时呢就弄了一下 做事太认真你有错吗 是是是 当时呢主管就说 啊你啊就是要认真 也是不要当真 哦要认真不要当真 哦要认真不要当真 我当时一直都不明白 什么叫 要认真不要当真 不要当真 是是是 这到底是怎么样啊 那我就用了这几年来揣摩啊 然后后面呢我就想说 今天跟大家分享啊 我所认真不要认真 要认真不要当真 不要当真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真啊 这个要认真的这个真呢 就是一种责任 对对 信用还有一种承诺 嗯 那呃 也就是一种承担 很努力 我精进的 勇猛值钱的 哦 去做好一件事情 嗯 想把每一件事情都给他 嗯 认真的做好 是 那如果讲说 不要当真的时候呢 我会想 啊 大概就是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哦 或许会遇到 一些的挫折 嗯 或者会遇到一些委屈 或许会遇到一些人 的不理解 而发出的一些声音 嗯 那这些 我就不要当真了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已经问心无愧 而我也知道 对方的一些话 表情 哦 这些都是无常 为什么无常 因为 他一瞬间就会过去了 当我 当他 视为真的时候 他就会住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不让他 住在我的心里 我就不会把他 当真了 我就会觉得 那就是放下 但是怎么放上又放下 我觉得师父很难呢 那我觉得是一种心态 心态上的一种 就是拿捏 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 为什么刚开始说 平常心就是不要太计较 那如果我太计较于别人的语言 别人的一个眼神 别人的一个动作 那我就会一直都牢记在我的心里面 他刚才对我怎么样 刚才对我怎么样 那当我不把他当一回事的时候 也就是不要把他当真的时候 人家也只是说 所以一句话说了 就过去了 可是为什么我要把那句话 剪在我的心里 然后呢 让那个话在我的内心里 产生情绪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学会 观音缘啊 这个音缘随时都会改变 也就是无常啊 他不会常常在的 他是 他输完就走了啊 那为什么我要把它收在心里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啊 这个不要当真的 这个真 也是教我们怎么转念 就是后面的 我们要学会去转为正念 是 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一些情绪 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嗯 是不是 我会这样觉得呢 但是你知道我们大家都 要上班啊 下班啊 要对长官啊 对同事啊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难免会起争执 但是怎么可以用平常心来对待 我相信很多朋友 一定会也一样 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师父你们是在庙里头啊 不会有争执 可是我们在外面做事 我们就会有跟同事的接触啦 夫妻有夫妻之间的争执啦 面对孩子有孩子的问题啊 怎么办呢 师父 像其实 刚刚台长说 我们在庙里面 感觉像 就是这样子 平常啊 很平淡 其实我们在平淡中 也可以过得 不平淡 哦 真的 师父还有不平淡 这样子 每一天都过得同样的 就是从早课到一天的一个作息 那其实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事物 但是当这些事物起来 有时候会跟人家互动 互动这些往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那或许会觉得 好像法师应该都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都是人 或许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境界 是 一些人的互动 对话 或许 会有一些冲突 但是 或许我们在 这个每天 忙着在应对的时候 我们外在看的感觉是很忙 但是我们内心是很自在的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念头的关键点 因为大师在说平常心 就是要有平和的心 要有平等的心 要有平均的心 像刚刚台长在问的 在家庭事业亲友 我们要怎么样 过得 面对了平常心 他不只是说 放下这些执着而已 执着或是这个计较比较的心 而是我们要有一种雅量 要有人辱 要有慈悲 尤其在公司 在家庭 我们都可以想说 以顾全大局为重 当我们顾全大局的时候 就有无我的一种精神 当有无我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对立 当没有对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事 需要去计较比较的 那也就是以平常心去看待 那平常心 它不是消极的 它不是叫你放下 而是在一种心态上 它的一种力量 一种智慧 它或许是忍辱 像刚才说的一种雅量 一种平等 嗯 在这种心量 嗯 而且我觉得背后也 蕴含了很多的智慧 石碑 是 那师傅 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 嗯 比方说 那个 刚才你说平常心 我就想到我们小学的时候啊 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 就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 小学毕业要考上初中 要考高中考大学 然后一定要抱着很积极的心 要考到好学校 这样才有前途 同样的 我们在人生的工作上 我们也面对这样的环境 要不断的努力工作 要做的更好 薪水赚的更多 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上 是不是只有走进了 这个宗教的信仰里面 才能够有这样平常心的 去培养 而在你的这个社会的上面 我们很难去保持一颗平常心 这个中间 它的差距是什么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 心路历程吧 就想说 是 是 是师傅的最好的人生经验了 也 也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经过 就是 可能 我在住家以前 就会想说 跟你一样 就是 要想说 要怎么样努力的去 读书 然后 怎么样考好成绩 然后在事业的时候 在有工作 有事业的时候 就会想说 要怎么样让他有成就 那当有成就的时候 你也想要拥有一些物质 这些都拥有了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我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 那以最简单 最近就是搭飞机回到来 这个纽约 从台湾 我们的拓运行李 就是50磅 那50磅就是 拓运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手提 那这个手提行李搬上去 我们的这个飞机上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 那我的行李会放在 那个行李上面的 那我又什么是需要 随身的 然后我就会想 我的手提电脑 我的一个画册 我的可能一些药物 然后我又怕我拢 很多一些外套 这些种种 突然之后我就觉得 好像蛮多东西我都需要的 感觉又像 要把那个整个手提行李 都放在我的旁边 才比较有安全感 是 是 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有做抉择 当我觉得 我最后我选择了 我的手提电脑 书本 然后 一些保暖的 衣物 放在我的 这个 跟我们座位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 这个全程 15小时的 这个飞航时间 我几乎没有打开过电脑 然后我只翻过不到 50页的书 然后我也没有吃过我的药 为什么 因为我都在养息 但是当这个时候 我现在想 我们人 就是 都是 这样子出来的 也没有穿衣服 也没有什么 就光光了出来 当我们要走的那一刻 就是当我们要往生那一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带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走 我们也只是这样子 躺平的走 在这个前提 我们还有什么 是自己的 还有什么需要 执着 还有什么需要抓紧 但是师傅 有人就说了 比方说他会这样回答师傅 他说 师傅 您出家了 因为出家 所以你把所有东西都放下 但是呢 对很多的 比方说学生 他想要去要考好的大学 将来有最好的事业 所以他一定要拼命的为自己争取好的分数 进好的大学 保障他的未来会走上一条很好的路 同样的 我也觉得以一个女性来说 他会觉得 嗯 我将来要结婚 我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家 那这个家呢 就必须要有钱 要有好丈夫 能赚钱 能够有好孩子 等等 那师傅这样子的有心 跟一个出家人的这种 把心都放下 那你觉得 对于一个他不想出家 他不会考虑出家 而有还有一些这些有挂碍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自处 我觉得像您说的 不管是学生 幼女 还是这个不同年龄的 都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 那这些挑战 都要我们经历过 我们想要学会增长 成长 那 刚才你说 学生都会想要 很努力的去读书 我最近呢 就看了一本 就是幼女啊 大学的 一本书 他其实就是叫我们 读书的一种方团 那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 到现在 有几个人 其实 住了社会 还是会运用到 他所学的 他在学校所学到的 那这个米尼亚大学的 这个 主要啊 他的内容 就是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 我们 在 他要教我们的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在这个职场上 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去应对 在我们怎么去应对的时候 也同样 我会觉得用我们 佛教的角度来说 就是 有佛法就有办法 那 在平常心 三个字里面 但是我们刚才 有跟大家分享 幸运大师在讲 平常心 他不只是 说放下 他不是一种 消极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要 而是他在放下 在看平常心的 这个时候 我们是懂得说 很多事 很多事 都需要 因人来去成就 这个平常心 他有他的 智慧 有他的力量 这个人 那所以 我觉得 不管是 这个 学生 父女 或者是 先生 我们在经历的 这些每一件事情 我们在心态上 怎么去调整 怎么去看 怎么去看破 怎么去学会 不紧抓这一样事情 就是 不去执着 所以 师父像这种平常心 是不是一个 休息 这个佛教的 一个必备的条件 比方有些人就说 我很难让自己静下来 我也很难面对 一个平凡的生活 我总是希望 明天 赚更多的钱 要嫁更好的人 或者说 我希望有个 更好的事业 有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你都不是很积极 用积极 这两个字 来 代替 这种平常心 就是说 我们要更积极一点 对自己的人生 要负责 甚至我都想起来 我在小时候 我若没考一百分 我爸爸会很生气 他说 你都不好好念书 你不够积极 这两个字 那师父今天 这一话一说 你看我都 六十岁 都过了 但是我经常会想到 我父亲常常说 你必须要积极的 过你的人生 那么师父 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现代人来说 他怎么样 可以在积极 跟这种平常心当中 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的 这种想法跟态度 我想这个积极 也就是刚刚在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要认真 但是不要当真 认真 不要当真 对 在认真里面 刚刚有提的 他也是一个贼运 也是一个精进 也是一个人武的 一种力量 那不要当真 就是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是 觉得沮丧 然后不理的 而是我们 平常心的去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经历 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我们跨越了 那个智慧 师父在说的 平常心的 也是在说平等 平等 也涵扩在于平常心里面 其实平常心 是有积极 也是要有积极的力量 师父 这种积极是一种压力 积极不是 他的积极是压力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懂得怎么去拿捏 怎么懂得去松抱 像我们吃了太多 肚子会撑 会胀 但是当我们 心有很多压力 给自己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个是一种积极力 可是 你的身体符合不了 但是当我们转一个念头 我们想 我尽了力 我以平常心 我不计较 他后面的成败 你的心态一转的时候 你的整个职场和力量 就不一样 是 所以呢 那个师父 那是不是一个宗教 比方说像佛教 像佛光山 作为一个 这个 成为他的一个信徒的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 会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会更平顺 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 谦虚而平常的心态 来面对世事的无常 是 我觉得 像星云大师给我们的 有佛法 就有弹符 对 是 对 他也就是 他什么是有佛法 跟我 让我们在 跟人家处事的时候 定对的时候 我们有云荣 我们学会修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事 存好心 这些就是佛法 当我们受到委屈 我们有忍辱的力量 这个也就是佛法 那当我们有这个佛法 我们有力量 我们就可以找到更多的方法 那就是办法 是 我想今天我们跟师父的一个对谈 这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办法就有方法 我觉得今天这几句话呢 希望听众朋友把它记下来 我们的观众朋友把它记住 因为我们来到海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 甚至在思想方面 我们要很感谢 佛光山的幸运大师 让佛光山在纽约有一个道场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在海外 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 遇到了一个心灵上走不开的一个死路的时候 我相信就像师父告诉我们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 希望大家都记得 千万不要自我蹉脱 也不要自己觉得很有挫折感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鼓励 也欢迎大家 师父跟我们讲一下 听众朋友拿起笔把它记下来 他的电话是几号 纽约道场的电话 对 718-939-8318 好 718-939-8318 这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电话 非常谢谢师父 今天给我们的开始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